我们看整个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呢 从唐朝的警教 大秦警教流行中国碑开始 经过唐无宗的灭佛 唐朝的警教很不幸受到了牵连 没有办法呢就只能走到了边缘地带 到了宋朝的时候呢 我们看整个的宋朝在文化上呢极其的发达 周边呢却有很多的小国 像高昌国 西夏 辽国 这个时候的警教啊 已经开始出现了颓废的现象 在元朝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天主教从十字军东征当中呢 能够解脱出来 聚焦力量 他们更是被成吉思汉的铁骑啊 所吓到了 他们愿意拆派博朗嘉宾 亲自的来到元朝 还好我们看到了胡碧烈 他有一种宽容的心胸 这个时候的天主教呢 就开始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中国 到了明朝了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利马斗 几乎是我们人人都知道的 一位伟大的传教士 我们之所以说 他在中国历史上 包括在中国基督教史上 特别是在中西文化 所交融的这样的历史当中呢 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他为我们带来了利马斗 传教策略 利马斗的传教策略呢 总的来讲 是强调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利马斗来到中国几十年 通过他自身的实践 特别是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中国人 他尊重中国的文化 而不像天主教传统的传教策略 来到南美大陆 来到西班牙葡萄牙了的时候 你要接受基督教吗 你就必须在饮食 在语言 甚至是在服装 在各个方面变成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而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呢 天主教传教的前辈们 包括像范里安 包括像圣方基格 沙物略 他们就为后来的利马斗定下了一个很好的传教策略 一个引领 这个引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尊重中国人 要尊重他们的文化 当丽玛窦来到中国之后呢 通过他切身的体验 特别是当他完全掌握了中文 他不单掌握了中文 甚至是他要把自己变成中国人 要穿上中国乳式的服装 四书五经他非常的精通 他开始全面的来接触 这些明朝的官员 除了用信仰 更是用他本身所掌握的 这些科学知识 我们大家都知道 当时的这些传教士 他们要会七亿的 无论是几何也好 数学也好 我们说的天文也好 历法也好 甚至是音乐艺术 这就是范里安在澳门 他所建立的保禄学院 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 你必须要经过专门的训练 掌握了这七亿之后来到中国 那么为什么要成为一个 有知识性的有科学性的传教士呢 是为了更好的来吸引中国的传统的这些知识分子 立马都成功了吗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 从结果来看 他真的就成功了 我们都知道明朝天主教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大著使 杨廷云 李之早 徐光启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他们不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 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杰出的代表 他们在明朝官员的那个位置都是很高的 甚至像徐光启都是礼部尚书 那么这三个人不但很成功的成为了基督徒 甚至是在基督教遇到教难的时候 他们都停身而出 为基督教来辩护 那你说立马都能没有成功吗 那接下来到了民国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了另外的一个传教策略 以马里逊 以李提摩泰和林乐之为代表 他们从立马都身上 从天主教的传教策略上面 他们看到了中国基督教 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 最需要的到底应该改变的是什么 李提摩泰强调 办报纸 办学校 办杂志 李提摩泰亲自从自己的国家 带来了很多的先进的科学方面的书籍 包括科学的仪器 当他来到山西勒的时候呢 他不但举办了很多的科学方面的讲座 更是身体力行 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当中 他建立了最早的大学 山西大学 那么接下来呢 李提摩泰更是频繁的接触 当时的这些洋务派 维新派的这些人物 我们都知道的康有为 都知道的梁启超 这些人连他们自己在历史当中 自己都做见证 如果不是因为李提摩泰 所创办的这些报纸也好 杂志也好 他们不知道这些违心的思想 梁启超本身自己还是 还是李提摩泰的秘书 由此可知可见 他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当然我们知道 还有一种传教的策略 就是内地会的戴德生策略 那戴德生呢 在整个民国时期呢 在整个新教的传播的过程当中呢 他是走在前面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策略 他不像李提摩泰 你要来到中国传教 你必须要有很好的学识 你要能够跟知识分子对话 而戴德生恰恰相反 我不需要你有什么学识 也不需要你什么读神学院 有什么太好的学历 他只强调两个字 信心 你爱中国人吗 你爱灵魂吗 如果你有这两方面的基础 你大可以来到中国 来到内地会 甚至是内地会 内地会 不单是在沿海城市 更是要走进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这就为什么说是 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了内地会 这些伟大的传教士们 他们的足迹 到了云南最山区大山的里面 甚至是到了西藏 很多边缘 我们说贵州也好 云南也好 纵然他们没有进入到西藏的内陆 这就是内地会 他的信心传教的策略 跟李提摩泰走这个上层 利用这些科学 利用建立学校报纸 它是截然不同的 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些策略呢 是要让我们大家看到最后 它聚焦在什么地方 聚焦在这些传教士 他们一直在争议的那个点 我们外国这些传教士 为什么来到中国 难道为了侵略吗 难道为了帝国主义吗 不是的 连他们自己都在承认 他们只是一个宗介 他们要把基督教 通过他们自身的这个一个渠道 通过他们的生命 大家都知道内地会 在伊和团运动期间 有多少个传教士的家庭 有多少个传教士的妻子和孩子 都被无情的给杀戮了 但是戴德生说什么 我们不要以冤报冤 以仇报仇 他不要中国政府任何的赔偿 为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所有的中国人看到 传教士来到这片地图 他们真的是要把福音 通过自己的这个渠道 来牺牲自己 来给我们中国人 我之所以讲这些策略呢 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 我们中国教会进入到了一个 本色化运动的时期 无论是马里逊也好 无论是李廷摩泰也好 无论是戴德生也好 纵然他们在传教策略上 有极大的争议 但是这个本色化的运动 什么叫本色化的运动 就像Timothy Keller 他所强调的一样 我来到这片地图 我怎么样能够让这片地图的人 用他们的文化 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来明白主耶稣基督 是唯一的救赎 唯一的盼望 那我在这里要说 刚才是广角了 我们的视角是广角了 现在我把这个镜头 调交在尼弟兄身上 如果我们研究尼弟兄 我们会发现 纵然王仔牧师一开始离开了 但是尼弟兄因着跟神 所建立的亲密的关系 他真的从神那里 他领受到了 领受到了是什么 我要建立地方教会 我要按照圣经 那个里面所给我们的 那个教会的模式 我要建立地方教会 当然尼弟兄的策略 里面有他自己的神学论 有他的灵修论 更有他的这个教会论在里面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真的在民国时期 在解放之前 他把地方教会 在中国的很多的地方 都建立起来了 他使不是几千人 是几万人 我们的中国同胞 都能够因着地方教会的建立 而灵魂得到了改变 我在这里要引用一些数据 那一个呢就是美国有一位 著名的作家和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也是基督教福音派的倡导者 他叫汉格尼夫 他在全美的广播当中 他就说出了这样的话 他说谁比孔子在西方 更有影响力 他的answer就是什么 watch me 各位大家都知道 这是汉格尼夫 他是有理性的一个人 这位汉格尼夫 他之所以在广播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是因为他认为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当中 向世界贡献了巨大的 成就的思想家 一位是孔子 一位就是尼陀生 那么为什么尼陀生 Walterman Nee 在西方的影响力 跟孔子不差上下 因为连美国国会的众议员 他们都要读Walterman Nee 那么在美国国会的众议员 他们为了表彰1972年 为主殉道的尼陀生弟兄 为了表彰他的贡献 美国国会众议员 甚至是在文章当中 在今日基督教的文章当中 把它评价为 二十世纪一百位 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之一 如果今天此时此刻 你到浙江的萧山 你依然可以看到 萧山的教会 几十万的弟兄姊妹 都是我们地方教会的 所尼弟兄建立之后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经历了改革开放 一直到今天2023年 依然很兴盛 因为我教会的一位弟兄 他取得了神学院的神学硕士之后 他回到中国教会 他有很多的选择 他却依然选择了地方教会 在萧山教会 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弟兄 来全时间的服侍神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们的尼弟兄 除了李提摩泰策略 除了利马斗策略 除了戴德生策略之后 他又为我们中国本色化运动 建立了另外一个策略 那就是尼弟兄的地方教会策略 而且直到今天 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